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棉花糖受洗锅 闻所未闻 从来没听过 没有 这个可厉害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出发吧 好 走 有深夜食堂的感觉 有没有 有 我的 走 看看去 哈喽 我们现在开始点餐了 我们肯定是要点那个受洗锅 对哦 哇哦 哇 这个像一个星球一样 这个是烤牛舌 我可以先试一下这个牛舌 好好的 来 干熟 这葱烧牛舌好好吃哦 我快吃拿饭了 但是那种照烧口味 嗯 然后葱香也很萌 非常的有嚼劲 酱汁好好吃 它说它有嚼劲 它很嫩 嗯 里面是嫩的 你要不要吃一个脆的 炸鸡 鸡肉丸 这个鸡肉丸 真的很大 干丸的 干丸 干丸的 这就消了一个扑动出来 这个鸡肉丸 我以为是那种小小的 看果内那种 一个小小丸 一个小丸 算得起的 你想 它这个是那种 打散鸡肉之后 里面放上这种 嗯 果不碎 混在一起 然后外面裹来一只面包汤 它味道比较淡 比我想象中的味道淡很多 炸的 香肠 黑豚香肠 干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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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肠寸断 嗯 我喜欢吃它 哇 好吃 这个好吃的一个 烟腥味很浓 里面是多吃的 那皮儿脆 好红薯来咯 干杯 干薯 干薯 这不算甜的 怎么 你原来吃的红薯 不是甜的吗 那我原来吃的红薯不是甜的吗 那我原来是没那么甜啊 同学们 鸡皮 是我最喜欢的口味 你吃 干皮 干皮 嗯 这个好脆呀 这个鸡皮 这个感觉是肥而不腻 很脆 鸡皮不错 刚才博远跟我们说说这个已经煮好了 我们可以吃啦 其实我们是还有一盒肉的 对 超大分 它也是在这个套餐里面 超大分 然后 告诉你们你们啊 这个肉其实上面是蔬菜 哈哈哈 锅里面有很多块肉 这上面还有很多块肉 它正确的售取锅吃法 就是先把这个肉啊 放在锅里面煎一下 然后我们再拿出这个肉来 放在我们体验准备好 这个蛋液里面 搅拌一下 让这个肉呢 裹满这个蛋液 哇 然后一口 蛋液拉丝 这个好吃 我天呐 它这个牛肉 配上那个售取锅的肉 是又甜又甜 肉片也切得很 这个肉啊 再完蛋液之后 会让这个肉非常的顺滑 而且会非常的嫩 这个鸡蛋是无冰蛋 对 大家在家里面吃生鸡蛋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点 这锅里面东西特别多 还有没有放这种小的牛油块 可以增加这个汤里面的牛油的风味 这个肥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我想试试 弄一块肉片 然后配上这个米饭的感觉 米饭加肉 饭吃了 再来点牛肉了 下一个大片的牛肉 大概煮多长时间 一点 差不多30秒吧 30秒 很快 那牛肉只要一变色就可以吃了 这里面好的各种食材 我一丝 豆腐 很好 这个性价比其实挺高的 我也觉得感觉很丰盛 我们现在吃完了 现在服务员给我们上来一个 是受洗锅套餐附赠的一个抹茶冰淇淋 对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抹茶味还挺不适的 好像不是附赠的产品一样 就这样卖饼的 很好吃 嗯 好像也不是特别甜 哦 没什么甜味 来来来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我们今天的价格 嗯 一共是117块 什么五 其实说实话 性价比非常高 我也觉得 那我们来给他们打个评分吧 你给今天的 棉花糖寿司锅 整个体验打个分 我给这个锅 4.8分 4.8分 这么高 嗯 因为它细节做得特别好 它在这个锅的下面一层 放了一层牛油 你知道吗 确实今天到 对 它过先煎一下 把那个牛油的油给煎出来 然后再加入汤汁 那个锅里面的味道就非常好 对 激发出来 对 而且它的肉呢 也是非常多 分量很足 然后蔬菜也是分量很足 鸡蛋呢 也可以无限加 哈哈哈 我给4.6分 4.6分 对 也很高了 距离我上一次吃寿喜锅 还是好多年前了 所以这个又唤醒了我 曾经的那个回忆 然后就觉得这家 最惊艳我的 就是它的新家 因为那个寿喜锅端上来的时候 锅里面已经有肉 然后后面又拿了一种盘 就觉得超级划算 再加上还送甜品 他家的串的味道也都还不错 哦 对 这个锅 吃到最后还是有点咸的 有吗 因为加汤加越来越多了 哦 它那个咸味就越来越足了 这一场体验真的是 又震惊在眼睛 震惊 又震惊在你的味蕾 对是 棉花糖上来的时候 我都小脑萎缩了 哈哈哈 哈哈哈 ok 那我们今天 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 请不要忘了给我们这个视频 点赞 然后关注我们的频道 ok 还有其他想用我们吃 吃点想用我们看的店 就在下面留言哦 耶 喂 呀 咸味 咸味